1. 教練 1. 教練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你們的Kevin教練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很開心終於跟大家見到面了 教練一直期待這季非常久 但是因為需要準備一些 功課道具 那之後都還有許多的企劃都還在籌備 那我們今天第一次的教學影片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你們的想法 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樣我才能跟你們一起進步 好嗎?那廢話不多說 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 Kevin教練在練習場 時常會看到有許多的球友 不管是年輕人還是 長輩級的球友 他們很容易犯一個錯誤 就是在揮桿的時候做出一個側移的動作 那這就會導致他的軸心 下半身都偏離了 而且正常我們應該是旋轉 而他就變成是 我們大家俗稱的側移 那我們要怎麼改善呢? 今天Kevin教練在這邊準備了一個小道具 一根瞄準棒 練習場的籃子 那我們可以把 瞄準棒插在籃子裡面 讓他可以達到 一個效果 因為平常如果你在蒸草皮練習的話 他是直接插在草皮上的 但是台灣比較少這種環境 所以我們在練習場就可以使用這個道具 那我們這根瞄準棒的用意呢 就是在於 你必須在上竿的時候 顯示自己有沒有側移 因為如果你在上竿的時候 側移 你就會撞到這根瞄準棒 甚至把它撞到外側去了 你看差這麼遠 所以呢 我們正確應該要做的是 讓你在上竿的時候 不會去靠到瞄準棒 做示範一次 你看 我的右腳 它是撐住在旋轉 它並不會變成 側移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實際操作一次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開小鈴鐺 去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按追蹤 之後我們還會有一系列 不同的企劃 以及更多的教學影片 還有其他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下集見